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八大道的飞龙 看看飞龙的停车场有这么多车 生意应该不错 就来过新年了 中国人的新年 过节即时花多些钱 到时超市要赚到盘满盘满 我过年的时候很不喜欢唐人超市 因为坐地起价卖得更贵 回来,超市大折日反而降价 经常给我一种趁火打劫的感觉 这是个人观感 一年就是这个时刻 感觉到没有结婚的好处 过年不可以收历史 如果我不看字 我真的不知道是水仙花 3.99元一棵 看起来比蕃茄都多漂亮 多钱 3个多 东西不断拼命起价 如果放多久的东西 先多买些放置 最近你在哪里都见到奇异果 都已经不够新鲜了 还见到发帽 刚才还在想要不要剪掉它 但我是实拍系列的 我本来很喜欢吃奇异果 可惜最近看到的奇异果 都不想买了 反而奇异果就没有起价 这些难看的 是什么来的 没有看到是什么 但是知道是10元 磅 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叫白色菜花 现在知道叫台餐菜花 我妈就很喜欢吃 但我喜欢绿色 果呢我妈都喜欢拿来煲汤 或者炒来吃的 反而我就觉得煲汤好一点 当时这个老妈就喜欢 煲汤或者炒来吃 我喜欢煮汤 这里有几种黄瓜 一种是高收入黄瓜 因为它是3块9毛9 另外是中介 那就是说中介产的好像 中等收入2块9毛9 低收入1块2毛9 这种汽水只在飞龙 我才看到有 快点炒几枝 这个豆腐 周围都有 是我喜欢的牌子 同样是汽水 又是这么大枝 为什么可口可乐 在这里这么贵呢 其实在其他地方 也是差不多 不过这里有些1块3毛9 那你当然觉得可乐贵 休假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 但身体也是这么贵 好像我做什么都恢复不了我的体力 看怕都要吃点东西 还有要做运动 所以逼自己出来走 而且买食物是必须的 我知道维他命B 是可以补充能量 我每次看到淮山想卖 又不想卖 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说我很想卖淮山 但不知道 为什么总是想卖 跟不想卖之间 一台苹果 为什么名字这么奇怪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地方名 有这样的名字 我知道是需要维他命C 但原来维他命C是可以减压的 SL 这些字我打上去之后 才录音说广东话 你们还会买这些东西过年吗 我最近才知道 因为身体感到压力 会消耗维他命C 钙质可以帮助安定神经 我以前只知道钙质是补骨 如果大脑缺钙的话 就会容易兴奋 会感到幻觉 还有常常发梦 如果家里有大人小孩 很多人的话 或者需要这些气氛 这些气氛 都没有吃 有多些钙质的食物 我想观众比我更多 我喜欢小鱼光 我都喜欢小鱼光 我都喜欢小鱼光 那些甜甜的冬瓜 我还是很喜欢吃的 挂着的 那么多东西 你们喜欢吃什么 好像童年回忆 这些 以前来美国的时候 早期看到这些 是很开心的 始终 现在买了 都不觉得有过年气氛 这23元就省了 如果去拜年就买 年年有余 6元一只 这些东西看到 都觉得 没意思 我觉得很老套 但我妈仍然会买这些东西 陰功 好像用陰功 这两个字 又不太适合 如果让你听到 现在实实制制的 就是买每日吃的东西 其他都是多而奢侈产品 多谢你们观看 陪着我好几分钟 祝大家吃得好 睡得好 身体健健康康 回到家 落手煮 没有在餐馆吃 小朋友 他父母上班 放在我这边 他跟我吃的 他们就喜欢吃 这个 我在西班牙 波多利哥 朋友那里学到的 这是按照我 波多利哥的 朋友煮法 搅拌均匀 国语朋友 其实会不会都学到少少广东话 一碗粟米 为什么叫粟米呢 粟了就很丑 其实广东话我本人也不太好 三只鸡蛋 紫色洋葱 蒜米 姜 青葱 豉油 可以吃 在外面吃一餐 很贵的 我回家煮东西便宜很多 如果是一个人吃 当然买的便宜一点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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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